第六題,Inquality 的題目 首先把2乘過去,因為這個2是正數,所以不用轉這個 symbol s加2大過負6,s加24 這裡順帶一提,我看到有些同學寫s加2大過負6,s減4,然後負6,s加24 就是這樣的,即是他們呢,那些同學呢,這裡就沒有寫東西的 那就不行的,這個做法是不行的,下面這項 因為我們在做一個Inquality,你左邊一定要寫足的 好,然後我們負6加過來,7,s大過22,所以s大過22 over 7 好,接著去到部分B,部分B就有兩條Inquality 就找到smallest integer 我們就要解決這兩條Inquality 然後再去看那個Int,究竟是什麼 我先抄一次,就會是 叫做s加2 over2大過負3,s減4 和1減7,s小的等於13 當然,你應該不抄也沒有問題的 好,這裡呢,上面部分A已經做了 好,就會是s大過22 over 7 這裡呢,就會是-7 s小的等於12 s大過等於-12 over 7 那很多同學呢,去到這裡呢,就彈答案了 那還沒有寫的,因為別人是OA 你要把你條色Combine 那這個OA這個呢,就怎樣做呢? 就會叫做... S大過等於-12 over 7 那這裡也畫回一個Worthwork給大家看 為什麼是s大過等於-12 over 7 好,首先有條數線 然後就會是-12 over 7 和22 over 7 現在呢,就s大過22 over 7 和s大過等於-12 over 7 那我說是看呢,所有有顏色的部分 就是說由-12 over 7 去開始了 所以答案就會s大過等於-12 over 7 至於這幅圖呢,就麻煩你... 是...不要寫上去的 Worthwork來的 如果別人叫你真的畫圖的話呢 你畫呢,都是好像我現在這樣畫 這樣就夠了 畫就畫這幅 千萬不要畫這幅 上去這幅是個Draft來的 好,但是呢 別人不單止要你sort inequality 還要你寫上那個smallest integer 那你就寫給他 require integer呢 就會是-1 因為-1就剛剛好 是可以大個 等於-12 over 7 0或者-2那些都不行的